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星不同的是 宋朝科举考试科目数量很多 其中九经地位最为尊贵 被视为正经的科举出身 而通过其他科目考试当官的人 就被称为杂出身 三是留外入室者 看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 宋朝留内官员与留外立员之间存在几乎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过 宋朝规定也可以授予某些立员官员身份 这就是留外入室者 但立员成为留外入室者的难度极高 不仅要立下很大的功劳 还要一辈子不犯任何错误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 留外入室的官员品级和影响都很低 与获得的难度不成正比 四是社官转正者 当时 宋朝有些地区教育水平比较低 当地人很难通过正规科举当官 于是 宋朝便在这些高考官末 专门设立社官考试 考上社官的人在下层几年后有机会转正 五是进纳补官者 也就是花钱买官 科举是完善的一个副作用就 是科举选拔的官员不够用 这就为买官提供了土壤 之后的元朝和明朝都有合法买官的制度 清朝更是将其发展置顶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